球场上,运动员们正在奋力厮杀 这是一项真男人的运动 碰撞擦伤在所难免 由于杰克忘记拼死护住脸 他英俊的相貌留下了一道伤疤 医生眼睛男建议杰克能够休息 换别人上场 可杰克偏步 表示真男人怎么能够在意这点小伤 扶我起来,老子还能送 他匆匆扶下止痛药就再次上场 然而这个真男人就是这么倒霉 一个失足就瞬间尝到了满身大汗的滋味 意外的是,等大汗们散去 杰克已经奄奄一息 等警方赶到的时候 杰克的尸体已经被抬到了凳子上 冰球是一项野蛮的运动 对手们的冰刀将它割得满身都是伤痕 由于冰面才是第一案发现场 莎拉和老鸡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 然而现场已经被清理过 并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候老鸡忘了一眼身后的铲冰车 或许线索就藏在铲冰车里 C姐质问一声 为什么要移动尸体 医生回答 这是为了方便救治 他曾建议杰克不要上场 可这货飞不停 不过把自己给作死了 对手大撞说杰克有暴力倾向 打球就像是在打架 杰克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故意打落了他的牙齿 于是大家出于报复 才让他试试满身大汗是啥滋味 却没有想到把人给弄死了 另一边的老鸡和莎拉 找到了清理球场的铲冰车 并在车里找到了半颗牙齿 而另外半颗可能就藏在身后那堆厚厚的碎冰里 为了融化这堆碎冰冰 老吉甚至用上了取暖器 老法医检测了杰克的尸体 并在他的体内发现了一种名为奎宁的药物 这是一种治疗力气的药物 杰克身上到处都是新伤加旧伤 像是头皮撕裂 肾脏瘀伤 鼻骨和肋骨骨折 他只整日都要与止痛药作伴 可实际上杰克的真正职业是一名证券经济 冰球只是他的解压方式罢了 老法医并不能确定杰克的死因 不过他脖子里有被冰刀划破的伤口 这道伤口划伤了颈动脉 很可能是他的致命伤 C姐找到了与杰克一起比赛的阿美 阿美说杰克是个讨厌鬼 不管是队友还是对手都不喜欢他 至于讨厌他的原因 阿美不肯透露 C姐和老吉又来到了杰克的公寓 一个富裕的证券经济 住的地方却非常的简陋 可即便是如此 杰克看上去很受女人欢迎的样子 因为她的床上留下了不止一个女人的痕迹 看来她的生活里就只有三件事 冰球 赚钱和撩妹 前面说过 杰克的脖子里有一道冰刀造成的伤口 于是沙拉在每个球员的冰鞋上都喷洒了试剂 即便是被清理过 血迹依然会在试剂的作用下闲路无遗 这只冰鞋的上面满是喷溅血迹 并且鞋底的冰刀被磨得非常的锋利 要知道越是锋利的刀刃 越是会增加滑形的难度 所以这只鞋的主人不是想比赛 而是想杀人 让人意外的是 鞋子的主人正是C姐先前询问过的阿美 原来杰克作为证券经纪 他舍菜莲花哄得大家都买他的基金 结果害得所有人都赔了不少钱 他自己反而赚了个钵满盆满 阿美不承认自己有杀人的想法 再说当时的场面如此混乱 一个不小心划到了杰克的脖子 也不是他故意的 花音未落 阿美突然为你一阵翻浆倒海 竟当着众人的面呕吐了起来 阿美说自己可能是吃坏了肚子 阿美走后 老吉却盯上了他的呕吐物 还捡了一些呕吐物回去化验 反正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都习惯了 经过化验 基数小哥确定 阿美并不是吃坏了肚子 而是怀孕了 怀孕了还去打冰球 或许他对此并不知情 老吉有个大胆的想法 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就是死者杰克 因为杰克不想负责 于是阿美才会磨剑了冰刀 故意在球场上划伤了他的脖子 于是他们申请了 针对阿美的搜查令 并拿来了阿美家的床单 同思者杰克一样 阿美家的床单上 也留下了不止一个男人的痕迹 床单里掉下了一片脚趾甲 床单虽然是非常女人的紫色 可这片指甲却来自于男性 所以阿美和杰克平时都不知道换洗床单嘛 还记得先前在碎冰里找到的牙齿嘛 基数小哥比对了牙齿和脚趾下的DNA 确认这两样组织都来自于同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在案发现场与杰克打球 还同时与阿美有男女关系 而他正是杰克球场上的对手大壮 大壮也是业余球手 他的真正职业是一名厨师 原来杰克是阿美的前男友 这伙就是个渣男 相处没多久就甩掉了阿美 而大壮则是阿美的现男友 秦迪见面分外眼红 杰克便在球场上打落了大壮的一颗牙齿 巧的是大壮也曾因为购买杰克推荐的基金 亏了不少钱 老基怀疑是大壮带领所有亏钱的队友 商讨杀死了杰克的计划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参与了杀人 正所谓法不择重 到时候以典利益归于被告 警方也拿他没有办法 可大壮却说 钱对他来说是身外无 他现在只想和阿美好好过日子 哪有这个闲心思去杀人 就在这时候 老基接到了法医的电话 原来杰克有一种罕见的心脏病 而先前法医在他血液里化验出的药物奎宁 则对这种心脏病有致命性的伤害 所以杰克的死与球场上的伤害无关 他是被毒死的 杰克一直隐瞒自己有心脏病史 甚至连钱女友阿美都不知道 然而杰克的病历上 却清楚记录着他的病史 唯一能够拿到他病历的 只有队里的医生 根据记录 是医生给杰克开了奎宁 老基在医生的桌上 找到了他与阿美的合照 原来阿美是个海王 队里的所有男人他都爱 甚至连医生也难逃他的魅力 哪知道阿美从来没有爱过医生 只当他是个千金饼 也就是换备胎的时候 找他帮个忙处理一下善后 几天前 阿美因为不舒服来看医生 结果却是怀孕了 他看阿美与杰克走得这么紧 便以为孩子是杰克的 出于嫉妒 他给杰克吃了奎宁 本以为杀了杰克 阿美就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没想到孩子 却是另一名球员大壮的 医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 舔狗不得好死 不同的是 这个舔狗很快就会有好死 还是都为某男大汉混居的那种 案件了结 杰克和大黑接到了另一起案子 一家赌场内发现了一具尸体 美艳的女歌手 正在台上预展歌喉 确认过眼神 是大黑喜欢的类型 没人知道后台 一名35岁的男子已经死在了包厢里 男子叫做阿呆 是乐队的萨克斯手 他的嘴角留下了擦拭产生的小气泡 这证明有人亲拟过他的嘴角 可安保却否认有人动过阿呆的尸体 掰开他的嘴角 牙缝里还卡着一小块的牛皮 桌上有散落的毒品 手臂的血管处也有被绑过的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阿呆是吸毒过量致死 可现场却没有留下吸毒的工具 桌上有两个杯垫 这表明阿呆生前不是独自一人 另外桌上还有一枚隐形眼镜 莫非这是凶手留下的 一举唱壁 女歌手突然闯进了包厢 她不敢相信 阿呆已经被宣布死亡 据说小哥化验了桌上散落的毒品 这是一种纯度非常高的海洛因 根据经验 纯度越高的毒品利润越微薄 所以毒贩没有理由 鬼卖这么纯的毒品给阿呆吸食 除非是预谋杀人 为了查案 尼克和大黑只能忍着恶臭 翻找赌场的垃圾 一边翻还一边讨论着 舞台上的女歌手有多么的迷人 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一个注射器 以及包裹注射器的丝巾 巧的是 丝巾正是来自于女歌手 可女歌手却说 任何人都能去她的更衣室拿走丝巾 所以警方并不能仅仅凭着一根丝巾 就怀疑她是凶手 通过比对 丝巾和注射器上的指纹 来自于乐队的负责人 是她在阿呆死后 丢弃了现场的注射器 原来是负责人将阿呆招进了乐队 倘若让人知道乐队成员吸毒 将会让她丢了工作 所以负责人才会偷偷用女歌手的丝巾 将注射器包裹丢弃 由于先前的问话造成了不愉快 为了接近女歌手 大黑不得不使出了美男计 她弹的一首好钢琴 瞬间拉近了与女歌手的距离 于是她邀请大黑去吧台喝了杯酒 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起来 聊着聊着 大黑就发现吧台的酒宝鬼鬼祟祟 他从口袋里掏出东西 藏在了两个杯垫之间 大黑恍然大悟 他拿走了酒宝的杯垫化验 并在上面检测到了高纯度的毒品 所以阿呆的死亡现场并没有第二个人 之所以有两个杯垫 是因为其中藏着毒品 尼克回忆 他先前询问女歌手的时候 发现她的饮料下面也有两个杯垫 这说明女歌手也在吸毒 他建议大黑还是趁早放弃对女歌手的追求 毕竟女君子和警察从来就不是一路人 大黑和尼克找到了可疑的酒宝 酒宝戴着隐形眼镜 而他卖货的时候 就恰好不小心把隐形眼镜留在了现场 事实上酒宝不是故意杀人 他只是童所无稽 想以同样的价格卖给客户最纯的货 他也没有想到阿呆这么不扛躁 居然因为纯度太高给堵死了 案件了结 即便是尼克警告在先 可大黑依旧对女歌手念念不忘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他对女歌手一见钟情是真的 可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 爱情的花朵还未绽放就已经宣告凋零 不过没关系 至少还有尼克这个单身狗陪着他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饰演大黑的是1966年出生的加里·杜尔丹 出演这部剧的时候 他已经35岁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行四中 割断绳子掉入水中的长发小哥哥就是他演的 由于父亲是一名音乐人经济 所以加里从小就精通各种乐器 另外他的人生也与罪案息息相关 加里曾经有个哥哥 却在26岁那年被人杀害 至今为抓到凶手 片中的大黑饥饿如愁 与毒品不共带田 而现实中的加里 却因为藏毒不止一次遭遇过逮捕 洗礼抓人 洗外坐牢 让人不得不感叹戏辱人生 另外饰演第一个故事中 安美的是美国女星艾比布拉梅尔 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 是因为他也曾在超感神探 第二集第四集中 同样饰演一位女海王 话说他还是化浓妆比较漂亮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